教育小组成员迪布斯议员李正文议员 对于学生的才艺培养相当重视 希望学校在原名艺术社团的培养上进行长远规划 以及国际双语同学步道的资源获得也相当关心 国联县议会教育小组听取各学校在教育进行课程的研发及推广 并加强专职主与老师的真能 规划以民族教育为理念的实专班 而华人国中舞蹈社团就以大堂舞蹈为背景 来展现多年来学校在舞蹈教学上的培养 在教学上软硬体设施的投入是教育小组关切的议题之一 对于都会区原住民学生的教育资源 以原名学生实际需求规划适性的补助方案有其意义及迫切性 今天我们教育小组来考察各个学校 其实学校的多元适性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很多的包括设备的部分 包括硬体的部分其实都是有很多的需求 那其实多元适性像是华人国中这个部分 其实非常非常精彩 包括他的舞蹈教室 包括他的这个什么打击乐 或是其他体育的这个班级 其实都非常的都努力在发展 但是呢 其实全花莲大概有很多所学校都希望朝这个方面去发展 那我们希望呢 教育小组介绍局由这次的考察 得知学校的需求 让他们能够更 拓开更多的一个资源 然后让学生能够获得更多的帮忙 这个多元适性发展的这个部分 比如说像舞蹈社团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歌舞社团 这些部分 我们也非常注意到 这个现今的教育里面 已经不是只有发展所谓在地的一个教授的部分 学校开始慢慢在走向所谓的国际视野的 这个发展的这个部分 所以有些所谓的国外学校跟我们自己在地的学校的一些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当然我们也非常在意的是 这样的一个这个互相交流 教育的交流 这个所造成负担的这个部分 也是我们非常要在注意的 教育小组并对于有些学生在经济和教育资源 不足 难以支持其学习所需 学校课程与教学难以符合 因应其家庭背景及文化经验 艺术体育方面的优势智能 有些小组合 对于是什么 一切的 我许多费用